曲子字Jerichel 这首曲子是取自于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故事 叙述了耶利亚哥城被犹太人占领的过程 乐曲的第一部分描写犹太人穿越沙漠去迦南的艰辛旅程 迦南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一块土地 曲调充满了悲叹表现了犹太人渴望结束 兼流浪的生活以及对家园的渴望 攻占耶利亚哥城为乐曲的第二部分的主题 城池没有立即被攻占 耶和华秘密一支向上散战的队伍绕城行进了六天 在第七天的时候部队行进了绕城七次 牧师吹响胜利的号角 人们大声哭喊将耶利亚哥城镇倒 赶走了原来的居住者 音乐清晰地表现了部队行军的情景 以及城墙倒塌时的巨响 第三部分庄园宏伟的旋律表现了坚固的耶利亚哥城 被攻占后胜利凯旋的场面 乐曲的第四部分 作者运用了木管乐器和传统的犹太音乐节奏 激情浪漫地演示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盛宴 人们在宴会上翻歌起舞表达胜利后的喜悦 所有主题以不同的形式在第四部分再现 乐曲结尾用大调再现第一部分的某些片段 象征着和平与宁静最终回到人们的身边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曲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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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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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